我始终觉得应该具体有一个方案, 是半年内与病毒共存, 鼓励多些人打针,因为经济要开放了, 那个通关、机场、国际性开放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个做法,才会与世界共同。 我会与你们分享,我知道医生告诉我们, 尤其是年轻人18岁以下, 他们确诊时,那些很小的小孩, 有个,直接流鼻水、发烧、咳, 他们都是用退销药去处理,就好了。 医生朋友告诉我,在政府医院其实确诊不是最辛苦, 最辛苦是被隔离,尤其是那些几岁那些不能自己住在那些, 家长就跟他去隔离, 跟着当然确诊,一起隔离一起医治。 其实他根本说,他看到病情其实是受控的, 也可以看到在英国的情况,可能每日有几万人甚至十万人确诊, 入医院的人数都是千多人,死亡人数都是长期病患这种, 但不是令到NHS的国家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 所以抗疫政策的措施似乎相比之下令到你感染病人, 其实在抗疫的过程,隔离的过程,更辛苦过你感染病, 这些是要停的,真的要下去做, 看真真正性前线是有什麽问题去抗疫, 他说大些的小孩或大人会告诉你吃东西没什麽味道, 跟着他说在十单裡面有不超过两单, 他要用真是新冠病毒那种药去帮他医疗, 其他很多都是普通退销药, 所以如果你真真正正是踏实点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是,打疫苗是需要的, 在你身体觉得自己适合去打的时候, 打了是要有帮助的, 需要的意思即是帮你去抗疫是需要的, 但是你亦要接受每百分之九十几去打了, 第一你要接受你的政府无公信力, 那些人是不会对你有信心, 觉得一进来政府医院打疫苗安心出行, 跟着医疗系统已经立即变成你其中一个可以追踪的人, 这些你不能够去排除这个可能性, 人是这样觉得你是这样, 就是你的政府要承担你自己的诚信问题, 所以你不会是百分之九十几的, 这件事跟着还有长期病患者, 老人家不想博, 小孩12岁以下不想博, 所以你无办法去一定是要谷一个数目, 用这个威逼理由谷高它, 所以这是正常的, 但是你告诉市民在六个月之后你会与病毒共存, 所以叫多些人去打疫苗, 我觉得你只能够做到这样, 你放宽,经济回复正常, 有多些人确诊了, 小时候就这样吃退消药, 大些可能要在医院用武汉肺炎治疗方法, 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以后的日常会一路 跟病毒共存的时候遇到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好好思考医疗系统, 怎样迎接这一日, 就不是继续这样清零清零清零, 还有很多事都矛盾, 我们88天无本地确诊, 接着你出了一宗鸿门宴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有人确诊的时候在Omnicom, 然后就爆了这些丑闻出来, 接着这些人又无得到情处, 立法会议员又无完全无只字不提, 其他那些口头上司警告, 徐英伟炒鱿鱼, 所以整件事根本都双重标准。 刚刚看到陈祖史接受访问, 今天东方都是罵他, 防疫除了林郑之外, 是否陈祖史都是其中一个要负责的人? 绝对是,防疫无漏洞, 看你叫甚麽做漏洞, 当你踏实站在前线看到一个小孩六岁七岁, 感染病毒后吃退消药便可康复, 你还要他隔离十四日、二十一日甚至触高弯, 这个防疫是否漏洞? 看你怎样演绎, 一个不应该受到这样隔离那麽重的对待的病征, 是否漏洞? 你的定义就是我宁可杀错不要放过, 所以我的防疫是无漏洞, 那你就很容易做你的工作, 这些人看不到民间疾苦, 看不到前线医疗人员做些什麽不听人的意见, 觉得自己无漏洞, 宁可杀错不要放过, 你这样做人做事就叫无漏洞。 我不懂得怎样分析它是否赖大陆, 即是它自己要承担,要问责, 如果你一个人去做抗疫工作的时候, 而你的态度是宁可杀错不要放过, 那你很有问题,非常有问题, 你抗疫的政策其实是差不多每一个阶段都要变, 你叫人去打针,令到打针的百分比提升的时候, 在每一个阶段都要变, 你觉得那些人是蠢的,要逼的, 要说不打针不能喝茶的, 你去到这个阶段,你逼完, 下一个数字都未是你想, 下一个阶段是否要试下令人对你重拾信心, 自愿性些去做,始终都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都应该要接受病毒共存是一个准备状态, 那你让他出来说有多辛苦, 值不值得这样隔离法, 如果你现在说说病毒共存也要违反国安法, 你现在正是跟常理背道而行, 其实你的社会就是要准备跟病毒共存, 你应该这些消息才慢慢渗透出去, 才令到多些人能够觉得自己值得去冒这个险去打针的人, 去打针,但你要接受有些人不想冒险的时候, 就不打就不打, 这是实况, 我们人不是各个一模一样, 你对你的体制无信心的人不仅是黄人, 绝对有男人在一边, 可能对你的医疗体制无信心, 可能对你科兴无信心, 可能对你復必泰无信心, 这是他自己个人, 你无办法可以征服到这个人不同的选择, 你只能够好像我们教小孩, 只能够鼓励你逼完之后, 即是你不去做好功课打手板之后, 跟着再有其他层次要做就要鼓励, 你一定要准备跟病毒共存, 你无可能现在去到阶段, 你现在去到那么硬, 说病毒共存也要违反国安法, 你以后专家开始觉得我们成熟, 可以跟病毒共存的时候, 那怎样来呢? 当时那个人说说病毒共存, 说违反国安法那个人炒了, 这是神经的, 这些方法根本都不行, 完全撇离了常理, 你根本要准备, 问题是何时? 你绝对要准备, 全世界都准备好了, 你现在这样再去多些人打完疫苗之后, 你接受了八十几百分之后, 或者九十, 或者八十八, 或者八十九百分之后, 你就要放, 你不放的话, 普罗大众全世界的人视你为什麽? 流行性感冒就要隔离, 是否这样? 即是你感冒就要隔离, 不准出街, 你去到那个阶段病毒便会变成这样, 跟你人民共存的时候就是这样, 确诊确诊, 是吧? 是有小孩是有十五岁以下容易有心肌炎, 心口痛, 有医生都说有些是心理作用, 有些是, 但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医治的, 所以你的心态就是现在我在做清零, 所以这些人讲些话唱反调就犯国安法, 港的人真的害怕, 他只要换了个特首之后, 然后开始倡议和病毒共存的时候, 之前讲的人就是害怕, 是否何君尧? 他真的害怕, 是吧? 这些都是生活在一个奥里, 跟这班奥的神想打交道, 就不愿意去做看看究竟社会發生什麽事, 这些人都可以不理, 可能他一时冲动, 好似袁国勇一时冲动, 袁国勇都是好人, 他都是很想帮抗疫, 可能压力太大, 他可能都是因为社会事件再加上武汉肺炎, 加上这几年的压力, 其实他都可能是精神上一个受害者, 是吧? 林郑网开一面的时候, 以退为准的时候, 可能袁国勇用自己精神压力都可以减低, 他可能不需要看精神科医生, 他可能都是很大压力, 他都是人, 能够在他这样地位学会的人说乘地铁要安心出行, 你都知道他精神上崩溃了, 不要将他列为一个坏人, 他不是一个坏人, 他是一个医者, 不过医者也有时会讲些很荒谬的话, 都是因为精神上知差不多, 或者他本身个人不喜欢被人批评, 医生的自信心很强, 不喜欢被人批评, 所以可能他被人批评得那么厉害, 做了政府抗疫专家之后, 他自己顶不住, 你看看那个朱卫星都是, 你也看得出他都很不喜欢被人批评, 又接受商台访问, 访问完之后人家问到他口咬咬的时候, 他就说商台是支持黑暴, 煽动社会, 所以你都知道医生有时有这个弊病, 不喜欢被人批评, 自尊心太强, 所以不要标签袁国荣是一个坏人, 他是一个好人, 不过他可能是一个进入了精神上有压力的病人。